他們要拍我 然後這裡是他們要虎口飯吃 我自己以前當戲劇 不過自己知道 你越必越有貓膩 對 反正就沒事 就是沒事 這沒什麼 我覺得作為一個工作人員 我可以解釋是OK的 文生豪直到底信三歸手露面 認了老婆都知情 越必越有貓膩 雖然我做演員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 有一點點能力的時候 我好像想為這個產業 做一點什麼 肚甘受老的一些花瓶 會不會覺得很生 我不會 這個完全不會 文生豪跟台劇查經同居女 心離信雙雙入圍金中 又請他在自己單槓製作的 准外春秋 負責編劇統籌 近日被周刊直擊 在酒吧思約 深夜還進入女方想歸半小時 16號出席活動時 文生豪首度露面回應了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工作的現狀 然後每個人都有需要 其實我也是覺得他們很辛苦 他們要拍我 然後這裡是他們要虎口飯吃 我自己以前當戲劇 不過自己知道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工作需求 但是就是在合理的範圍之內 我覺得作為一個工作人物 被 被解釋OK的 但也請關注我們正在 努力進行的事情 就沒有得必 越必越有貓膩 對 就沒事 就是沒事 這沒什麼好處 對 我老婆 我老婆是 你怎麼會被撞給 老闆 哈哈哈 我老婆是我公司的老闆 那是負責任 所以我做什麼事情都會跟他報告 因為時間很難調 不是說我們要挑半夜 或者晚上時間 每個人各自白天都有各自的事情 所以很不容易 不容易的 還有上位到手的男主角獎 這次能否靠著茶經 報回金鐘獎呢 其實我真的是平常心 真的 因為這第七次 我只是覺得每一次的 入圍的作品 只要被看見 那種感覺很好 比方說我今天拍一個 然後沒什麼人注意 然後也沒什麼聲量 就算我拿獎 好像 好像不關別人的事這樣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 今天大家都很努力 拍出來的東西都很好 你坐在那邊 你會覺得 他得應該的 他得應該的 然後我得 欸更好 你覺得那種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大家都好 那種感覺 其實 我很喜歡那種團體的榮耀感 對 我就期待 期待我們大家都會好興趣 然後一步一步 明年2023 2024 每一個都有更好的作品 其實我這次非常好看來不及 就是 他 錄得比較沒有像差別那麼多 不會有什麼 因為名額就這樣子 所以因為我自己去年是評審 我自己知道評審的為難 所以今年的評審一定更為難 因為今年 搶騙太多 你選誰都不對宣 選誰都被罵 然後今年的評審一定更幸運 我自己去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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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會很膩 不要長我話 這是我點的 這是我點的 你看這邊看到了什麼 終於我 這一個大樓的角色對我 讓我 不開心 他家裡的那個喇叭 玩那個飛機的 擁大人 大哥最怕的 有被電視 他有憧烹腫有在裡面 我們最愛什麼 拍檔 哆了 audience 叵 雷 歪 邱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